現在我們洗乾淨的魚就回來了 我們首先不要去到尾 在尾這裡輕輕切一刀 然後貼著旗這個位置 高一點點 我們就切一刀 切到下去 然後我們拖開它 你小心點 如果你不是拖慣魚 你找一些雙熟的魚檔 或者好厚一點 叫人家幫你 在這個位置來 湯這條魚 我們現在沒有湯到肚子 我們慢慢拖開它 一般家庭主婦 如果煮飯煮得久 其實他都會的 你貼著它的辣骨位 如果你初初不懂 不用貼得這麼貼的 總之 割開一塊肉出來 你最好就拿一塊布 因為你不拿布 你拿刀拿不習慣 是很危險的 你找一塊布來幫一下自己的手 拿著這裡 慢慢 來到這個位置 將魚打動 試一下 不行的 大力一點 那把刀利一點 大力一點 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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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這裡 其實一般魚檔 不是太繁忙的時間 你叫牠幫你做 可能牠也會狠 我們拖開這裡 不要拖斷牠 這條魚也算新鮮 我們怎樣看到 魚是否新鮮 養魚還反而新鮮 現在 海魚還未必有這麼新鮮 因為海離我們太遠了 我們試一下 用手 或者你戴膠手套 因為你不是摸慣這些東西 你覺得很髒的 我們 或者找一塊布 我們找一塊布 找一塊布 不要的 或者用一些廚房紙 將牠包幾層 用力 將牠扯出來 或者叫媽媽幫你做 或者叫媽媽做給你吃 是最好的 媽媽是最好的 洗的 將牠拿出來 你見到牠們拿出來 或者你真是叫牠們 賣魚幫忙 然後 你用一把小刀 將這些位置 挑開 挑開 將血筋拿出來 將血筋拿出來 挑乾淨 如果我們有些廚房布 是可以用的 或者廚房紙可以用的 抹乾它 我們有很多這些布 所以 我就可以 用多一條 擦乾淨 將那些 洞洞洞洞的血筋 拿走 拿走 這樣我們再想 拿一盆水 為什麼我們會拿一盆水呢 其實魚 盡量 你湯開了 除非你平時 那種湯魚法 這種湯魚法 你是不適宜 不斷地沖水 你不斷沖水 你不斷沖水 它會令到 它 水入了 魚 那裡 水入了 魚 那裡 你可以用牙籤 都可以 水入了 魚 會令到 那條魚霉 我們 所以叫做霉 這些位置 最好就是 戴積器膠手套 因為怕它刺傷你 因為馬友 不少骨 骨 骨 不是很膩 當然刺到也會痛 你就小心一點 最好戴手套 真是找媽媽做 那你看到這條魚是這樣的 我们用一盘小小的水 我们不要撞水进去 我们是洗 我们是洗 你弄不惯鱼 不要被它刺到 细心一点 带个手套 宁愿久一点 这些什么功夫东西 看一看好了 你真是想做 告诉妈妈多数都懂 妈妈不懂都没办法 可能妈都是做了几十年 妈妈都是妈妈 妈妈煮饭给她吃 所以有些人 你见到她这么大年纪 你见到她不懂买菜 她一定不是家庭主妇 她一定是出去上班 我们倒下水 那一盘水 再放多一盘 再放多一盘 多下一盘 你看一下 周边的那盘 已经环中 没有血 要有变化 如果有猪 眼珠已经爆开 拿走 ש 因为它始终是要腌过不卫生的东西 现在鱼也叫洗得消 叫干净 最好不要撞水下去 宁愿将铺水塞来洗 譬如你现在看到这些位置 你可以捉到血出来 你轻轻捉一下它 看到吗 骨里面是有血的 你轻轻捉一下 洗第二次 放在砧板上 再放一碗很少的水 洗一洗 最好有厨房纸 用厨房纸来吸干净它 因为我比较用布 因为我多 所以我会用这些干净的布 我用干净它 你小心一点 骨骨有时很痛 因为这只鱼本身骨软一点 但是牙都很腌 我们现在 首先 抹干针板 先把铺子拿走 先把铺子拿走 放在厨房里 冲一下水 冲一下水 这些布粥的拿走去 我们把铺子放在厨房里 把铺子放在厨房里 放在厨房里 一天鲜 它都是放在厨房里 去腌 因为你不是腌乱 腌乱的那种人 最好不要 用盐灑下去 用一个匙巾 像这类匙巾 这类小的匙巾 我腌三斤 甚至没有腌四斤 腌三斤 四斤好像太多 我们做一个咸水的效应 做一个咸水的效应 我们尽量将铺子融化 要么是一碗水 放三斤 然后你将鱼 将鱼这样浸 它就均匀 不然你下不惯盐 你稍后要把盐灑出来 或者要拌出盐灑出来 就不太容易 我们现在用这个咸度 那个咸度应该可以的 因为我们都不赞成人家吃得太咸 那你药膜浸它 5分钟 我们现在给一点时间 浸它5分钟